现在我们讲一下几何卫一字版 成品此证写在上面了 那么这个呢是前后片的一个基本的 就是相当于底稿一样的一个版 那么这个字图啊 你看这么多辅助线都是按比例来做的 所以说这个版呢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打版的时候呢有点小复杂啊 字图中的B是指近胸围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画吧 首先我们画一个长方形 长方形的长为一长47.5 宽度呢为成品胸围的十分之一 23.5 OK 做好这里那23.547.5 接着我们把这个顶宽给它做出来 顶宽这个公式 近胸围除以二次加上5.5 那么就是8.8 从右边量过去 8.5 量过去8.5 然后领生呢 我们定1.8 滑过来 把它平分 分成三等分 从领宽到三分之一 慢慢重合 把这里调顺 OK 删除 这里呢我们就做出来了 此时可能 我的VIP同学呢 很多人会问 老师那你平常发罗文力的时候都是2.2 或者2公分 这里为什么又是变成1.8呢 那我在这里给他说一下哈 因为我们这条间斜啊 就前后共用了一条间斜 并没有去分前后 这里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平时画图的时候 这是一条后面的上平线 是不是 那我前面的上平线 是不是要比它低一个0.8到1公分 就是我们平常发读的时候 是这样子 只不过呢 这次呢 我们只是把这两条线 把它均匀的分布了一下 我取得它的一个中间值 那么这条线 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画的这条上平线 那么呢 我们原来的就是这个线 我们就是从这里画后领生的 是不是 这是后片吗 上平线 那我们是2.2 我们先模拟一下哈 这2.2 那么从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从这里来画的后领生呢 后领弧度 那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从这里来画的 我们直接从这里 那么它的 就这一段到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到这一段 是不是就变小了呀 变成1.7了 所以我们这里呢 起个1.8 稍微就给它做深一点点 也可以起1.7都可以 只不过呢 我们是做了一个 附界的关系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这个问题呢 在这里解释一下 免得大家呢 有疑问 做好这里之后呢 我现在就把这个 秀荣身给它盯出来 秀荣身呢 像这样的一个款式 那它的秀荣身非常下 我们直接可以参照 按一长的三分之一 来定秀荣身 直接从三分之一 下来0.5到1公分 那我下来0.9吧 我的这个板是做到了0.9 这里做好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 所以胸围的四分之一 要一下 间斜定出来 从这里 我们直接把这条线 做到8公分 8比3 定间斜 连接 OK 好 做到这里之后 我们把这个间宽 标出来 间宽呢 我们是30的间宽 那么呢 直接从这条线 量过来 它的二分之一 那是15公分 这个点到这里 好 这个就是间宽了 那我们把这条线给它剪断 多一的 接着我们把这个秀长给它画出来 秀长47公分 47公分 那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螺纹 锈口 在这里 是吧 这个螺纹锈口呢 高度呢 是4公分 把这里 47 剪掉4公分 那是43 直接从这个点 延长出来 44 然后再做垂直线 这个锈口是32 那我们就画它的一半 16公分 那么大家量秀长的时候 千万不要量错了 是从间宽点那里开始测量的 从这个间宽 这里 并不是从8比3这里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画出 前领我 前领身 这个前领身呢 我们 直接在后领 宽的基础上 剪掉一公分 那么8.5 剪掉一公分 就7.5了 因为这个领子啊 比较上 你也可以直接取它的 前 就跟领宽一样 做到8.5领身 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这个 你看 它的领子偏上的 偏高的 就看你自己的效果 7.5 7.5 OK 然后把领窝 前领窝画一下 直接把尺子一面 捏弯 就可以了 剪的时候 到时候对称一下 看一下这个领子 顺不顺 千万呢 不要画成这样的微型 一定要把这个原生 OK 好 那么这里呢 我用红色的线来表示 这里做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分成四等分 就是从前领身 到这个绣笼身这里 分成四等分 发四等分之后啊 我们从这里 四等分之一 上去 0.8 做造型 上去个0.8 0.8 0.5都可以的啊 把它连接过来 接着我们把这里呢 通常啊 这个地方 我们也分成三等分 在三等分呢 向里面偏移 0.6 进去 0.6 找到这个点 好 做好这个点之后啊 那我们把这个后领窝 前领窝啊 都分成两等分 那直接从这里 连接到这个0.6这里 前领窝这里 也是二分之一 连接到这里 那么我们把这个弧度啊 稍微呢 调出去啊 突出去一点点 这前面 紫色是后面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再从这个点呢 我们进来个3.5 到3.7 进来3.7 把这个垂直线啊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绣场 这一块 我们分成三等分 在三分之一 这里呢 我们向下 1.2 到1.3 1.2吧 上网标的1.3啊 我从这里 1.3 做一个垂直线 这垂直线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也做一个垂直线 锈口这里 这条线 我们做到一个5公分 5笔 然后呢 再做一个 向下做一个0.6 然后再从这里 锈口连接 我们主要求得 这条斜线的 这个角度 然后看清楚了 我把这里延长 把这条斜线延长 让它相交 做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现在 把这条线 也三分之一 这里做一个垂直角 这里的线条 我们现在不管它是多少 把这里切断 我复制一个哈 因为等一下线条太多了 怕大家看不清楚 现在删除这些 这里呢 我们线条直接延长过来 这是这里的线 这不要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从这里 画出这个造型 也就是这里的分割造型 这一块 这里呢 我们是从这里 进来一个6公分 平行进来6厘米 大家呢 也可以去按这样的比例 比如说我把它分成4等分 5等分 基本上是取四分之一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点 进来1.8到2公分 然后从这个点 连接到这里 这条线删除 那么我们这个量啊 是直接可以消除的 就像一个闪一样 一个闪一样 因为我们看这个图片 它也是斜的 只不过呢 斜的比我们画的更厉害一些 更厉害是 它这个螺纹带紧了 它就会斜的更厉害一些 缝射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再从这里呢 我们要让它接近一直角 就这一段了 我们再从这里 给它起翘 两厘米 看这个图片 你看 它是有弧形的 是吧 这个是后片 这个前片 明显呢 前片比后片要高 有这样弧形出来了 把它调整一下 这已经包含了螺纹在里面啊 这个是1.8到2厘米 都可以的 感觉这1.8呢 稍微有一点不够啊 我们就 做两公分吧 拉过来一点点 尽量呢 这里做成一个直角 OK 好了 那我们这边呢 那我们这边呢 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把这个线 给它画顺 从这里连接 再连接到这里 再连接到这里 再连接到这个地方 画顺线条 所以说我这条线 所以说我这条线 我不确定是多少 我要先把这个圆 再画出来 好了 我觉得这个差不多了 把多余的线切掉 这呢就是将近6公分 稍微打紫一点点 这条线啊 这条线刚好是在这个分割线这里 到这个点上 大家画这个固线 画不准的时候 你可以先用笔 聊一下 我们这里呢 就调好了 OK 前后片的 就是我们前后片的 基本框架 就